我是丸子 今天我们来做爆冰 日本的夏天真的来了 实在是太热了 然后我老公今天顶着大太阳 跑到了百元店 买了一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回来什么爆冰机啊 还有这个装爆冰的小碗 还有冻冰的盒 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爆冰上的焦头 他说他要回忆一下童年 其实这一集是为了他拍的 好了我们就开始冻冰块了 其实夏天有个这么个爆冰机 还是蛮增添乐趣的 之前我看电梯城卖的蛮贵的是电动的 今天我老公上百元店挖掘了一个 500日元的手动的这个爆冰机 我觉得还不错 很省力 一会儿呢就能爆出一碗了 而且呢还是蛮细腻的 有一点这个绵绵冰的感觉 做好了一碗 我赶紧就放点冷冻室 等它都弄好了呢 一起拿出来 还剩了一点 然后把这个冰呢堆得高一些 然后呢就把它买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淋在上面 这个他说叫夏威夷兰 其实就是果糖加了食用色素 然后呢抹茶加上红豆 这个是我最爱的芒果的味道 加了冷冻的芒果 好了妥妥的夏日爆冰 还是蛮不错的 有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坐起来吧 过一个真正的夏天 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